各位網友大家好,歡迎又來到《芒香編輯部》的YouTube Channel 頻道 錄的時間是2021年4月22日,首先這裡有澳洲真bc 你好,我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啊 還有我家產生的大家好 大家喜歡我們的節目,除了來到大台《芒香編輯部》 還可以到二台《芒香編輯部》和三台《芒香編輯部》 點讚、分享和訂閱 將一個齊抗疫、拼經濟、反攬炒的訊息傳揚出去呀 好,今次我們說一說,英國又有示威了 而且示威每個人都不戴口罩 不過,今次示威居然是沒有人譴責,甚至有人讚揚 其實我看到這個新聞說 說大哥,不戴口罩會不會有爆爆爆爆爆的19病毒 但是人們都不理會這麼多 覺得這班人做得好,今次示威 示威是什麼呢? 其實這班示威者就是反對英超6G球隊加入歐洲超級聯賽 歐洲超級聯賽是什麼呢? 其實就是由歐洲超級聯賽 有限公司策劃的 就是打算營運一項年度的足球比賽 專攻12支 歐洲超級球隊參加的 作為一項分拆的賽事 其實這個計劃 就是對抗 或者取代 由歐洲聯賽舉辦的歐洲聯賽冠軍杯 其實我覺得是這樣 歐聯 其實小弟以前也很喜歡看球 大家不記得我也可以回覆一下 其實我小學第一份 寫我我的志願 就是成為這個足球賽事評論人 被我媽媽回去罵了一頓 因為當時我們十分迷戀足球 現在 帶過了 就沒有以前那麼迷戀了 其實 歐洲超級聯賽這個機構的主席就是 王家馬德里的主席 佩雷斯 大家是王馬的球迷就知道了 他就打起了銀河戰艦 無論如何 其實 令到 六支英超球隊 本來就是 要參加歐洲足球聯賽 所以 居然 這六支球隊的死忠 覺得他們是叛國 因為覺得 你這樣不適合 搞小圈子 我也猜不到 我以為他們 那些球迷是會撐這個聯賽 原來 愛國情緒都是大於這個足球的 因為他覺得這樣是否等於背叛了歐洲聯 這樣令到自己國家蒙羞 即是說英國沒有吉士 應該說英國 為什麼這樣不團結 不參加歐洲聯組織的賽事 要自己另外再令起勞躁呢 不單止英國 那我介紹一下其實有哪12支球隊 好嗎 其實 就有 英超六強 就有阿仙奴 車路士 利物浦 以及曼城曼聯 以及熱刺 托林 其實利物浦更嚴重 因為小弟都在利物浦住了很久 我居然有個疏堂申戚都去示威 還燒了利物浦球會的旗幟 因為他是利物浦球迷 我是愛華頓的 因為小弟的祖相 都是愛華頓的死忠 是同性 同性的敵人 居然 寫了利物浦已經掛了 自從參加歐洲超級聯賽那一刻 你就再不是英國的球隊 這樣說吧 另外 還搞笑一件事就是 車路士 大家知道是倫敦 斯丹福橋外面 居然一大堆人 真的很壯觀 全部不戴口罩 就舉著旗 就說 我們要向 歐洲超級聯賽say no 之後居然說 你們全部都買國賊 誰參加就買國賊 而且有位仁兄被人餵 那位就是 前車路士的門將 我猜不到現在他做了車路士的管理層 就是獅智 這位捷克的門將 後來他也去了阿仙奴 其實在車路士完成了對白里頓的賽事 不好意思 是賽前 對白里頓的賽前 有數千名的車路士球迷 在史丹福橋球場外面 拉起橫額 而且每個人都幾乎不戴口罩 就說 你再這樣你就叛國 有些人就寫著 足球是屬於我們 不是你們 即是他們對於 很不滿意 這樣是否等於出賣了 整個國家 因為 只有六支球隊去參加 其他呢 我再說回為何他們要搞小聯賽 好嗎 因為他們 就說十九期間 我們 收入大減 如果搞其他的歐聯 我又要 分給其他國家的球隊 他的意思是 你是 你是 吸我們的人氣 你的聯賽才有多人看 即是你歐足聯繫才有多人看 我們自己六支球隊 應該是十二支 是十二支球隊 那麼有人氣 為何要 分錢給你 自己十二支出來搞一個聯賽 自己的錢 轉捕費都拿了 那 為何那些人那麼生氣 十九之下 歐洲的經濟很差 大哥 你分一些給人行不行 你這樣不公平 即是說你這班人 毒食 是啊 我開頭以為只是說 你這班人協償不敢跟歐洲打 不是 他們覺得 你十二支球隊 就是小球隊 和小球隊和弱一點的國家 如果你 這十二支走完的話 其他人就不用踢了 歐洲 歐洲捉協搞的 歐聯和歐霸杯就不用踢了 因為你的最好的球隊都走完 那哪有人肯買轉播權 其他的 小球隊那怎麼辦 你十二支球隊很自私 很賤格 是啊 所以十九之下 他們覺得 你們要不要這麼貪婪 你十二支已經是世界上大把 大把球迷了 剛才 我說回了 除了剛才六支的英超球隊之外 當然 西甲就有巴塞隆拿 王馬 王家馬德里 還有就是馬德里體育會 還有就是 意大利三強 北方三強 有AC米蘭 A米 我曾經的最愛 還有就是 國米 國際米蘭 還有祖雲達斯 其實他們也想著跟拜仁莫尼克和巴黎姓入門都有談 但是拜仁完全沒有表態 德國人沒有表態 現在 真是頂不住壓力了 說句老實話 英超六強 就說算了 我們還是不到 因為被人看到你太貪婪了 即是不顧國內的小球會太過份了 是啊 還有你不顧整個 整個歐洲 不顧歐洲大局 其實應該說整個球圈大局 沒錯 你說得對 應該是整個球圈 因為你最強的12支全走 其他有什麼意義? 即是最差的一起踢有什麼意義? 沒有人看 是吧 所以就很好笑 他們19號星期一就宣佈 這個消息 令到歐竹聯和 國際竹聯很不滿意 歐洲竹聯和國際竹聯都說 如果任何參加這個 歐洲超級聯賽的球員 不用參加歐洲竹聯舉辦的任何賽事 和國際竹聯任何賽事 即是國家隊你都不用踢了 麻煩你走 因為他們覺得 大哥你經常說分薄 歐洲豪門的利益 那有沒有其他弱國或者小球的利益 你這樣不適合 即是12支自己壟斷了 全部廣告收入 但的確你有這樣的能力 但是 你在這個球圈就應該有道德 有大有小 但我猜不到連他們這12支球隊的球迷都拱他 因為大家都知道 這樣 都活不下去 是 我都猜不到是死中頂他 是 是 所以其實 你想想 車路士的球迷是圍著獅子 就說 半途半途半途 我們 再不愛這支球隊 這樣說 所以其實沒辦法 得知這個消息之後 車路士就和了這個白麗頓 所以 會不會大家心情不好呢 弄成這樣呢 不得而知 不過這樣看到也是一件事 是好事 就是 大家都是團結一致 不要搞這麼多小圈子 現在十九經濟已經不好了 是吧 是 不過他們都很棒的 曼城 就是第一個退出的 英超六強全部退出 最搞笑 曼城的主稅 戈奧拿 以前巴塞的主稅 也在巴塞隆拿踢過很久 也去過墨西哥踢球 其實 他自己也是質疑的 連球隊內部 教頭都說不行 這樣好像不是很好 因為 他就說 歐洲超級聯賽 是沒有這個 沒有這個升降班制度的 沒有升降班制度會怎樣呢 就好像美式運動體制那樣 豪門始終有永續參賽權 是吧 就像NBA那樣是 大哥你一直在就在 他不喜歡這樣 所以曼城也是第一個退出的 之後呢 其他都退了 所以呢 很搞笑 19號宣佈成立 21號呢 超級聯賽的官方就宣佈 哎呀我們重新考慮 還有呢 我們呢 會暫停這個聯賽先的 當然啦 你走了六支 剩下六支怎麼踢 是吧 其實我覺得是不成的 應該是 搞不成的 但是說 現在怎麼辦呢 騎虎難下的了 當沒事 但是這個名字 肩膀臭了 這個佩雷斯一向都是臭的 不要緊 我覺得他好走 這個 皇馬主席 我一向不喜歡他 什麽都是 那對 踢球 你買球星也是扔錢扔錢再扔錢的 但是 有時候我覺得 搞到一些球隊 球隊之間實力太懸殊 整個聯賽都是不好看的 真心地說 亦都可喜可可見到 現在十九之下 大家 都是 明白一件事 就是 經濟成果一齊分享 比比你十二 十二支大會去搶了錢 你看 現在 認衰 每個人都認衰仔 我們 考慮不存 那些組織者 我們考慮不存 對不起 這樣 我看見有一幅照片上面寫著 No fans No club 這樣去形容 是啊 他們就走了那些球迷 那你們就沒有了 你們預算盤敲不響 說句老實話 還有 有些標語還寫 他說 窮人就給這些有錢人 偷了錢 他的意思是 但是 那些是死忠 是萬聯死忠都敢寫 他就說 我們副球會這樣的話 是否令到那些小球會 沒得撈 窮的球會怎麼辦 想不到 那些死忠都是理智 這次不會猛撐 所以這個好笑 這個聯賽 宣佈兩天 兩天之後 19號宣佈 宣佈組織 21號 就解散了 不過他們都會在觀望態度 好了 這次的節目時間到這裡 多謝大家 拜拜 拜拜 拜拜